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卡拉雷姐的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次 美好世界 五張小獎 在實戰過後真正的想法 那 我覺得這次五張小獎 如果你沒有要玩這個系列的話 就不用抽了 因為 它放進其他隊伍裡面來講 都算是蠻弱的五張小獎 它唯一有用就是 搭配這次的大獎去做使用 像這次的羽雲啦 就可以 非常適合 因為你有玩 會會的話 就一定要打羽雲 它每回合都可以幫雲 會會轉出三粒火強化珠 會讓攻擊珠子不減斷 那像是 御劍響夜 就是阿克亞的最佳專武啦 他可以引爆一個珠子 這是阿克亞最缺的主動技能 所以 這兩張卡片我認為 就是你有抽到大獎 再練就可以了 沒有抽到大獎的話 就是 不用練也沒有關係 好 再來是這個維茲 維茲我覺得它的主動技能看起來是好用 但其實蠻雞肋的 CD8 有3.5倍的常駐增傷戒王拳 其實蠻好用的 但就是那個CD8有點過長的 再來是 它 非常怕附加效果消除 不過呢 它 是可以隨時關閉的啦 所以在某些特別關卡 你可以有一個協調的作用 你可以在 附加效果前一關先關掉 而且它關掉的那個瞬間 它還可以有控場的效果 也算是好用 但不到實用 好 再來是它 可以放進的隊伍 我覺得最推薦的就是 放進那個美好世界的惠惠裡面作為成員 一來是它可以 解決惠惠三屬的一個屬性 它可以解決掉一個屬性 再來是 它也可以讓惠惠砍出 蠻不錯的平砍威力 如果你這次惠惠要搭 每一個角色都是放美好世界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維茲算是 前幾名你可以選擇的角色卡 好 那再來是 小獎部分還有兩張 第一個是合征 合征我覺得蠻實用的 就是你有玩這個系列 你一定要練的小獎 CD6可以炸整版 我覺得算是很多隊伴都算是實用 整版鎖定 或者是整版風化珠 電擊珠子都很實用 所以合征的話 建議是一定要練的角色卡 接版上面來講 非常好用 而且它可以放進這三大獎中 其實都可以放進這張卡片作為成員 再來是它有一個小幅度的增傷 有1.8倍或2倍的增傷 都算是實用 對 所以合征的話我建議你是有玩這個系列再練就好了 那它放進其他的系列的話就不太實用了 一來是 你其他的系列就沒有辦法整版炸版 因為它一定要是美好世界的底下職場才可以炸版 再來是它增傷幅度 CD6 1.8倍 因為我們以最低倍率來記好 1.8倍來講 算是沒有特色啦 算是實可以用 但沒有特色 所以你有玩美好世界再練這張卡片就可以了 再來是這張卡片 克力斯 這張卡片我覺得是可以放在最後 最後去做練它就可以了 它主要是在解三手強化盾會用得上 那除此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它可以有出場的地方了 因為像 像是大獎 會會嗎 會會 它比較需要的就是只有火珠啊 因為火珠是兼具所有的 其他珠子 像它是 它沒有轉出大量的火珠啊 它是只有 轉出三屬珠 那如果說你放進這個 阿克亞 好像也不是太實用了 因為你放進阿克亞 你要組雙色隊 你必須也要搭合征 再搭這個 克力斯 就等於是 佔掉了兩個位置啊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它放 它也不可能放進這個啊 這張卡片也不可能放進達克力斯 因為是純光人的主法會比較好 所以克力斯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放在最後 最後去練它就好啦 然後 如果美好世界有成員缺隊員 然後你放上它 勉強替補一個位置吧 大概是這樣子 以上 就關於這張五張小獎的一些小小分析啦 如果大家對我的意見有 對我的分析有什麼意見的話 就歡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美好世界的分析的話 也不要忘了按下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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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新的影片的話 絕對先通知你 那我是奧利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